你现在要移动吗 问您最后一次 三 二 一 不是 你单纸不给我吗 单纸啊 奇怪了 先生 那对不起 那您拒绝移动 那这是您第二次违规 驾驶临停路边等车位警方先开一张违规 驾驶还在跟警方解释 远近超快 倒数三秒不一开 又多开一张单 我刚已经跟您报告了 你到底要怎样呢 奇怪了 那这是您第二次违规 那你那单纸给我 你不给我 怎么怎么弄呢 请留在原地 谢谢哦 低头滑手机挨一张 倒数三秒没开走 又挨一张 民众傻眼 质疑警方乱开单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哦 反正就是违法 你会联系高花吗 讲话礼貌 只把霸道的攀新原禁 早就不是第一次引发争议 警转三十一期毕业从警八年 二零一九年三月执行救驾勤务 压制手段太过激烈 差点害对方断气 被判四个月徒刑 还要赔被害人三十万元 今年一月惹出开单纠纷 遭民众申诉 结果撤销罚单 二月又因为抓救驾乱开单 板桥分局决定不忍了 祭出重臣 本分局于调查后 何宇既过处分并调离限职 目前攀新原禁被调职到警备队 并不允许配枪 乱开单官司产生 恐怕会害了自己丢了工作 记者张优辞 杜一轩新北市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